《鎳子》 《鎳子》它 我想它絕對不是一個同志的小說吧 因為如果它只是一個同志小說 它不會在這個文壇契立二十年 那它一定有它文學的價值 所以我在看到《鎳子》的時候 第二次在讀《鎳子》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我看到是一種溫情 人跟人之間的溫情 而那種溫情其實在現在已經很少了 也是因為在那個特別的年代吧 就是那個年代是很特別的 譬如說它有來台的一些撤台的老兵 那有美軍的駐紮 那還有一些日本人留下來的一種生活的一種衣風 還有本地台灣人的一種生活的狀態 其實它是混雜在一起的 那個就近代來講 就台灣歷史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 而且我想再往後也不會再發生的一個年代 那因為它的特別 可是你又看到看到 在那麼特別的年代 人跟人的情感是那麼的真摯 它沒有變質 沒有 就是它沒有變質的 它是沒有變質 而且雖然展現得很爆裂 譬如說父子之間展現得很爆裂 可是那個情感至少是很真切 是非常真實的 那不像 我想可能跟現在比起來 很多人跟人的情感都變得很淡薄很疏遠 然後甚至扭曲甚至不夠真實 在那個年代我覺得 它反而那個情感是很真實的 蛤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走啊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吧 是吗 一般来讲就是很多导演当他在改编一部小说 还是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 他很想去超越 甚至他很想去诠释他自己所看到的 那他想要去帮原作者去诠释 甚至去发挥里头 发酵里头的一些 他认为的 那就镊子的改编来讲 我自己想要 我觉得其实谦虚也是很好 当一部作品它本身的一个 一个一个动人的地方 已经早就在那里了 那我想要做的 我应该做的就是把这动人的部分 在影像上把它传达出来 所以我讲的就是说 我不想去凝月 不想去超越 去超越 那有些导演他很想 去超越原作者的东西 那我觉得我并没有那样想 因为镊子的价值我已经看到了 而且那价值就在那里 那你就是怎么把它诠释出来而已 他妈妈的 我要钱是不是 我要去还你皮啊 我会还你吗 你把老当什么啊 我只想多了解你一些嘛 放手 放手 把我的心还给我 来啊 来啊 是 拿来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地割裂 非常对立的 那反而我是希望 我觉得事情的圆满 我总觉得工作的过程 比工作完成还重要 那怎么在这个过程里头 大家都能在这里头 能把自己的那一份力量 展现出来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跟白老师合作过程 其实很愉快 那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 原创者那种对立 我反而把它看成是一个长者 然后一个对镊子 非常熟透的一个 一个咨询的人 所以他在这里头 其实帮助我很大 包括对里头的一些 人物角色 甚至故事的一个 一个启发 其实对我来讲 在拍片上都有一个 很好的帮助 你有一双 像阿凤一样迷人的眼睛 那天晚上 我在树林里 看到你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我以为阿凤又活过来 既然你那么爱阿凤 为什么还要杀死他 老师看了之后 他几次我发现 他有点动容 那我就知道 其实他是很满意的 在这个里头 也许很多人 看到这个题材 会想要用他的 爽动性去造成一种 收视的风潮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对的 当你去处理 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站在一个 非常的客观 然后甚至于是一个 就同志题材 同志这样一个 你更应该用一个 人跟人的对待方式 去看待这样一个 这样的议题 如果是你想要从这里头 去窥探同志的 所谓的情欲 我是觉得你会失望 因为你看不到 而且事实上也看不到 因为生命里头 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人跟人的情感 本来就一样的 其实异性恋 同性恋 其实都一样的 所以你想要去窥探 还是说用一种 奇观的方式去 去窥视他 可能会得不到 我倒比较希望他看到的是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家庭的 父子之间的那种情感吧 我觉得那个是最有价值 在这个电视剧里头 我觉得 我们当朋友就够了啦 你应该知道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啊 我知道 我也喜欢你 那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 因为我不是他 我知道你要的是阿凤 你怎么昨天都护我东西去吗 你讓師父心裡擔心啊 王八蛋你還是不是人啊 你別亂動手 你別太躲了 你老三把你贏了 莫名其他這種錯啊你啊 是不是錯 對不起 對不起 聶子喔 這個那個講述的那個年代 它是一個 我覺得它是帶點紛亂 可是有堅持一種優雅的氛圍的年代 然後那個年代很特別 那個年代不可追憶 那個年代也不會再發生 那我是希望在這個裡頭可以呈現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的氛圍 讓觀眾去回到那個年代 因為它的特別 那另外就是說 人跟人的情感喔 我覺得那個年代 人跟人的情感那種溫情 我很想去捕捉那樣的溫情 那那種溫情其實在現在已經失去了 我覺得已經慢慢失去了溫度 那也許那時候的生活是貧困的 也許那時候是生活是匱乏的 可是他們至少那個情感是很真摯的 不管是父子之間親情的家庭的都很真摯 也許因為困乏所以它不是那麼的平順 可是至少那種付出跟給予是非常真誠的 那反觀我們現在的環境其實是少掉這些東西 都非常的疏遠跟淡薄 那我覺得怎麼去看到那個年代人跟人之間的那種彼此對待的溫情 我覺得是想要在這裡頭找到的